好,我們現在來做四樓的這個窗戶 好,四樓的窗戶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牆面 先變高 這個一樣,另外再做好了 這裡是350 這裡是350 所以這個高度是 35 深度是 深度是175 好 這個應該是跟這裡一樣 35 35 不大一樣 等一下再移一下 好,稍微讓它凸出來一點點 應該是要移樣才對 老師稍微改一下,把它改一樣 好,這樣子才可以遮陽 好,這樣子才可以遮陽 遮陽 好 好,175 好,這個很簡單,我就把這一個 這條線往裡面移就好 移動的時候去做 它有時候很難移的時候沒關係 因為我們要動 因為我們要動 綠色軸嘛 糟糕 有點難用耶 算了 我們用成那一個好了 我們用縮放 這個往裡面切就好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不行耶 所以不能這樣子做 所以還是要移動的 靠著這樣子 可以 我這裡好像少了一個 這個 沒關係,我這裡再畫一條線 OK 好了,這個 老師很快我就不量尺寸了 我只是大概做給你們看而已 所以看這個 距離這邊 比如說距離20好了 好,20 好 這裡我要轉成 第一個 我真的忘記 轉成元件了 好,剛才我就已經我畫20了 好,這樣不要 90 好 到這裡是336嘛 所以我要退20嘛 316 好,這邊一樣 我這個厚度吧 應該不用這麼大 12就好 好,這裡90嘛 所以扣掉12就是78 好 好 一樣到這邊 304 扣掉12就是 292 好 這裡就可以把它起來 高度應該量一下 高度量一下 40 40 好 好了,之後 這個的高度是 240 0 好 所以我這個要內卡在裡面 好 所以我用這樣子來做 要轉成曲線 轉成元件 轉成元件 扣掉2 因為這 扣掉2是88 好 好 314 扣掉22 沒有歪掉 歪掉了 在這邊特別注意哦 12 好 我們要點到這一點 我們要點到這一點 到12 一個一個慢慢做好 好,一樣 10 轉成元件 然後往上移 240 所以我這個 因為你要扣掉這個的厚度應該 所以是230就夠了 所以你看 這裡到這裡 是240 所以一樣 這邊還要一個 這個 所以我稍微往下移 好 所以我這裡看那個數值是10 10 露點 230 好 長出來 10 轉成元件 好,看一下它的樣子哦 你在幹嘛 好,移動的那個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我現在好像只能對齊裡面的點 這個點 因為外面不能對齊 因為外面 不對 所以我不能對齊這個 好,有時候很難對齊的時候 來想一下 不行 我要對齊後面那一個 所以我先把 好 這一道牆 先用不見 先把它隱藏起來 好 我這樣子才能對齊 這裡 好,加一個 對齊這一個點 除以4 好了 好,所以這個 窗戶就好了 好,把它 取消隱藏 好,你在做什麼 我快點做,你在做什麼 我快點用你的作業,你在做什麼 好,我知道 好,把它這裡 把這裡裁掉 應該踩到底嘛 280 這邊 應該是3 320 再上 所以這裡再往下 好,那這個 藍色的線出去 直接輸入320 好,這樣子就好 好,我剛剛有忘記把這個 在這個 元件打開的時候用 沒關係,我先把它摳下來 好,貼上去 來,對齊這裡 好,OK了 好,這樣子就可以 剪掉了 有沒有 好,剪掉了之後 這個應該 老師應該不用再做了吧 這個你自己做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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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